那我们就先从胡桃夹子身上 先来看看线索 来吧 第一条 他曾是男团成员 曾是 现在不是了 你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被那个男团开除了 不好这么说 我不是开除了 就是我也参加过四人的男团 然后也参加过双人的团 然后后来还是觉得 和自己单飞比较合适 是 是你抛弃了他们 也不好 不好这么说 不好这么说 那你换过那么多团 你会不会是因为 你跟人家不好相似 不能那么说 不能那么说 你有在海外待过的经验吗 对 比如说在其他的国家培训过 是 他跟咱们那个归国四子的感觉 是有关系还是没有关系 黄梓涛吗 黄梓涛 好 吴亦凡 不好 不好这么说 那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第二条 现场征婚 什么意思 是你现在这个岁数已经到了试婚的年纪 比如说三十左右 还是说已经离过一回 然后 主要是说可能怎么说呢 寂寞 寂寞 就是寂寞 寂寞还可以 兄弟可以是不是 寂寞 寂寞就 你根本上我们给你那个一分钟你开始争吧 你开始跟大家说你怎么争婚 我有优点 就比如说我特别 我会干农活 会干农活 就是劈柴啊 喂马啊 我还会做宽面 啊 吴亦凡 不能不能再说了 他就是把我们往吴亦凡那儿引 对 他越不识 可能 那你是不是在别的节目上面争过婚 没有 有身边的人总催我 所以你不是吴亦凡 因为吴亦凡在向往的生活争过婚 你看你做资料做得不够透彻吧 就跟胡桃夹子一样你也搞不清楚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他的第三条线索 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 我说过相声 不是 你们男团 你以前那个团体叫 德云社是吗 德云南传 你是郭麒麟对不对 不能那么说 不能那么说 不能不那么直接 那你小时候是不是个胖子 是 是 你爸爸是郭德纲老师对不对 是 其实我爸爸也挺有名的 你们还不知道是谁吗 你是不是很爱做家务现在 谁不做家务呢 不是都要做家务吗 这个少年你收敛一点好吗 你能不能稍微演一下 你别说他说话也挺诚实 感觉自己有点像一个跨界的歌手 好 那他的身上的三条线索 已经全部为大家展示过了 对 也报道差不多了 对 也报道差不多了